外頭北部的天空長什麼樣子呢 有一點灰蒙蒙的 不過好消息是 終於不再下雨了 昨天北部地區下了一整天的雨 到了今天清晨都還在下 不過現在7點多了 雨是終於是缺款下來了 而目前的氣溫怎麼樣呢 其實全台各地的氣溫 都比昨天同一時間 再高個1度左右 很多人會說才1度而已 哪有什麼差 不過到了中午的時候 您就會感覺到 這個氣溫真的是變得比較舒適一點了 不過今天呢 其實全台最低溫是出現在淡水跟新竹地區 當時只有15度的低溫 不過現在溫度是逐漸起來了 還是要注意了 宜蘭地區還是只有17.2度 至於北部地區也都只有17.6度 新竹風比較大只有16.3度 所以如果今天您要前往新竹地區的話 加件衣服再出門 至於呢 其實東半部地區 這個溫度都逐漸上來了 都是有20度以上的 而今天其實最高溫會出現在 我們的河岸村地區 今天高溫會來到大概是27 28度左右 到了明後天會有30度的好天氣 不過很多人都在說 其實這個雨 到底為什麼會下個不停呢 而今天到底哪些地方 還會再持續下雨呢 其實今天封面通過的過程中 在尾巴還是會影響到 整個北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因此上半天都還是會有零星飄雨的情況 至於下半天之後 北部地區的天氣是真的轉好了 可是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零星飄雨的情況 所以如果今天禮拜六 想要前往東半部地區去走走的話 記得帶把傘了 至於西半部地區 有好天氣就沒有好空氣 來看一下我們空氣品質的監測 其實整個雲嘉南地區都是橘色的提醒 什麼是橘色提醒呢 就是如果是過敏族群的話 來到這裡會感覺到 整個呼吸道不太舒服 至於高屏地區就是紅色警示了 紅色警示就是全台各地的觀眾朋友 如果您前往高屏地區的話 都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是對所有族群 都是不健康的等級 所以戴個口罩 再前往高屏地區 您會感覺到 整個呼吸是比較順暢的 才不會感覺到其實天氣灰蒙蒙的 而且其實空氣品質也不是很好 但東半部地區就不受影響了 至於天氣走勢的部分 到底天氣會好到什麼時候 而什麼時候又開始變天呢 禮拜二的時候 天氣又開始變得不好了 所以趕快把握 今明兩天的週休假日 計畫一下外出的那個計畫 因為其實今明兩天 是非常適合出遊走走的 最後小提醒 就要給您一個叮嚀了 很多人都在說北部的天氣 其實這個雨 希望是可以下在對的地方 讓水庫可以解解渴 因此其實今天 明天是好天氣 趕快把握機會出遊 但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雨的 帶把傘再出門吧 最後就是外島地區的朋友了 等一下 如果您知道騎車開車的話 特別注意了 因為今天還是有 低雲跟局部物的 所以事件上會比較不良 所以行車上面 當然要特別小心 以上的資訊提供給您做參考